大家好,9月份的國際賽已經打完了 後面那幾場其實都挺悶的,因為有部分國家隊都出些後備球員 所以精彩程度更差,但不要緊,英超馬上就回來 大家如果在亞洲的國際賽都不會看太多,因為半夜的時候比較多 但緊接到英超回來,就會馬上又開始杯賽 所以比賽的賽程是很緊湊的 首先開始是聯賽杯打頭陣,然後到歐霸杯的八場比賽 都會陸續在9月、10月、11月上演 今屆的歐霸杯就改了制 我之前好像提過一點,亦都在會員片都說過 簡單說一點,這屆的歐霸杯和歐聯其實都改了 由以前的分成幾個小組,即六場的比賽 主客兩場對三對球 現在就會變成八場的所謂Lead Phase 但是我們先叫它做小組賽 或者免得名字太亂,就會有八場的小組賽 再加或者會再多兩場的附加賽 所以大家看到,比賽的數量是多了的 所以大家都看著,每個星期的週中 基本上你都可以預期一定會有比賽 加起來就是聯賽杯,之後一月的足總杯又開始 其實真的永不落空 直到下次的國際賽,10月7日之後 那兩個星期,其實這22日 9月14日到10月7日 其實就會有七場的比賽 所以大家都看到,幾乎就是三天就會有一場 三點一、三點二日左右 真的很密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夾過國際賽 大家最怕的當然是中Fever病毒 什麼叫Fever病毒呢? 就是在國際賽期間 球員特別容易受傷 其實在這麼頻密的新賽制裏 你再有球員受傷,選兵折獎 真的對球隊的避戰會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今期都有不少球員受傷 包括阿仙奴的隊長奧迪加特 被人踢到他,踢到他 扭得好像很受傷,很嚴重 但是現在未知他的傷勢是怎樣 但是如果阿仙奴這樣 就是輕則兩個星期 重則可能一個多月才可以出 對阿仙奴的形勢 會有很大的影響 之前他們的另一個中堅 就是新買回來的意大利中堅 也有輕傷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的 萬聯就好在這個國際賽 似乎沒有新的傷兵 這個是感謝的 我們去年真的傷到不得了 每次國際賽回來都好像不見了些人 我們今天再簡單繼續跟進一下 國際賽萬聯球員的表現 之後就會跟大家說一些歐霸賽程 其實我們沒有留意過 或者沒有討論過這八對波的 對手究竟是何方實勝 適管就少少做一些前瞻 之後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周末的英超對手 修涵頓的賽前分析 待會續樣跟大家回來再說 開始之前再跟大家推介一下VPN 多謝Surfshark VPN的繼續支持 有了Surfshark 當然最重要就是不需要擔心自己的個人 私隱和資料等等 是被人盜用的 我最近自己也試過在Email 被人盜用了 有了VPN就不需要再擔心 除此之外 最重要當然是我們這些看波看器的網友 看波看器 就不再需要擔心 受到這個國家地域的限制 現在其實支援已經是超過一百個國家地區 任君選擇 不需要再擔心 不夠用 還有這個Surfshark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沒有上限支援的裝置數量 即是說 你可以給你的家人 爸爸媽媽哥哥 所有的裝置 包括iPhone Android 電腦 全部都可以一起用 那現在 最新的獨家優惠 大家記得趁著這個優惠 就可以拿到這個額外四個月的使用限期 那快點用我們下面的連結 以及我們的專屬曲 United CMAC去訂閱 我們先講講國際賽的球員的表現 上次我已經提到葡萄牙很好 賽程一早踢完就休息 跟著就有Buno和達洛 已經回來萬事休息了 他們星期三已經一早報道了 所以就有兩三天的時間 讓他們慢慢休息完 再有兩三天是備戰的 但是其他球員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因為賽程通常都會拖到星期二才打完 包括就是巴仁迪亞 土耳其的二號龍門 他回到國家隊 就有些多餘了 這個球員是一分鐘的比賽都沒有給到他的 即是國家隊呢 如果你說以前的A級友誼賽 就是完全沒有意義的Friendly 通常都會給二號門將一些的時間 是吧 即是輪著踢一人踢D 或者真是根本就沒有所謂 甚至有些時候可能一號門將都未必出 是吧 即是給一些機會輪換一下 試一下其他人 但是 你是歐國聯 是吧 即是他都不知道輪換好 最後 他是沒有出過場 那麼 那 二號門將 去到 周居勞頓 回到國家隊 結果呢 就是一些的狀態呢 他都拿不到 所以就 沒有什麼大的意義 對他來說 那麼 至於他的競爭對手 奧娜娜呢 就在第二場球代表 這個 這個 嚇馬龍呢 繼續都是踢90分鐘 沒事 這個的國際賽季 他兩場比賽都clean sheet 這一場對著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嚇馬龍現在這麼差 就對著 不太強的球隊 五次撲救 他們幾乎沒有什麼射過球 所以就整場被人壓著來打 奧娜娜叫做力寶不失 是keep到個clean sheet 那麼來到 硬根廷的馬天尼斯 就第一場球他打中堅 就是打三後衛 就踢了79分鐘的左中堅 就被換出 就沒有時間 沒有受傷 去到第二場球呢 就見到國家隊 都擺他打左閘 始終可能 亞根廷的中堅人選 都不算差 其實都幾好 人是幾多的 所以他擺了他打左閘 正選踢了61分鐘 繼續 都是有一定的休息時間 沒有說用到他很盡 他拿左閘的經驗都好 萬聯今年都有機會 可能要用到他打左閘 都不奇怪 至於上場 給亞根廷的領隊 讚得很厲害的加拿組 就幾令人意外 第二場球 是一分鐘都沒有 就是他在亞根廷 就只拿到 十分鐘左右的出場時間 那麼 這場球 不知道是否因為 第一場就贏得比較多 所以 因為優勢大 其實他換出去 都是一比零 但是就有優勢 所以給他出一下 第二場呢 就輸著 可能就不敢換 年輕人出去 怕影響打局 或者影響你的士氣 自信心等等 就沒有用到他 可能他都會有少少失望 就是回到亞根廷國家隊 暫時機會 都還是很有限 希望之後他會繼續 拿到多一點的機會 至於他的競爭對手 就是逆風的亞馬特大陸 就在科特迪亞國家隊 就似乎處境就好些了 就是上場就打正選 今場呢 就打後備的 但是都拿到三十幾分鐘 加起來呢 都已經有超過一百分鐘的上場時間 所以亞馬特大陸 在科特迪亞的地位 我相信他是上上地位 今場他打逆的 上場他打中場 但是應該呢 就是兩邊都會輪換一下 就是試一下他會打成怎樣 最大件事就是迪聶特 就是這個中堅呢 就是在介紹他的時候 我就說他不是一個頂級中堅來的 就是真的跌了 屋子的信心是低了 是不是 有些網友呢 都還是覺得他是很頂級的 但是你看到他回到國家隊了 是不是 就是其實 在萬聯踢那兩場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回到國家隊呢 就是兩場他都犯大錯 是導致失球的 第二場球是重大件事 不是防守的問題 是他傳控的時候呢 兜口兜面 交個球到別人的腳 就是他那一下就控著那個球 然後攤冷了少少 然後就決定在向前交給他中場球員 就被對手捉到他實一實 就是直接是Tackle了他的球 然後幾秒鐘後就塞了那個球 所以就看到他塞完球 他都很氣魯了 就是對自己很不滿 失望等等 但是就輸球就輸了 教練上場就沒有換走他的 今場呢 似乎就不太忍受得到 即是高雲其實呢 都是有一點點測試著他的 即是上場就叫做給多個機會你了 結果給多個機會你 你再次派 即是叫做一個大的犯錯呢 我就不知道他 還能不能夠可以繼續保留到地位 即是荷蘭隊的中堅呢 就真的很多 即是雲達芬 即是雲達芬 還在等機會上場 那 迪維積啦 即是老將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再踢 但就有雲達芬在這裡 有亞基 甚至老將的白蘭特 即是其實迪列特 我覺得他錯失了最佳機會 可能他在國家隊 都不會太順利 雖然賽後高雲就給他面子 即是說換走他呢 就是保護他 即是免得他又是自信心 受到問題 那但是半場換走的中堅呢 其實都是一個不信任 即是處境相當不妙 希望他回到萬聯 不要記住那個犯錯 那麼阿力臣叔叔就沒有什麼問題的 繼續在丹麥隊呢 都是踢六十幾分鐘正選 就換走他 那麼繼續都拿到一些 build up的狀態的機會 那麼烏卡迪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重心 即是他究竟有沒有狀態呢 夠不夠水準踢正選呢 現在 烏拉圭國家隊就擺出了個答案給大家 就是他呢 第一場踢七十九分鐘換走他 第二場呢 是踢九十分鐘踢足的 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就可以斷定他是有夠的狀態 是打正選的 那麼反而呢 你出去九十分鐘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 就是怕他沒有氣 因為打足兩場球那麼大 那麼跟著回到萬聯呢 他就因為可能路途比較遠 或者真的累了一些 九十分鐘踢足呢 他就遲了一天回去萬聯的 那麼他就是禮拜三呢 不是禮拜四早前呢 才回到萬聯報到的 那麼所以就 可能調整的狀態 或者回復體力的時間呢 都不是太夠 但是我覺得他是有希望呢 馬上回到萬聯正選的 那麼至於有四個球員呢 就在第二場球呢 是完全沒有出過場的 就是馬沙奧里 那麼在摩洛哥呢 都是給了一個機會他休息 那麼最後就是舒克斯 那麼這個就不知道是不是休息了 可能是輪換啦 就是因為見到 荷蘭隊 對著德國那場球呢 就有大部分球員 其實都是打回第二場的正選的 就是兩場都踢正選 他就沒有的 但是他上場球其實是踢得好的 那麼所以呢 可能都是一些的互相輪換 給大家不同的球員有些機會 就是今場用了駁比 那麼跟著後備又是韋賀斯的 那麼駁比都踢得不錯 那場球我也有看的 那麼所以舒克斯就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體能是足夠的 那麼麥加亞文露呢 就在英格蘭都是獲得輪換啦 就是英格蘭那麼多人 就不會用死了同一班的 那麼也都順利贏波啦 就是因為跌了下去歐國聯的一個 B級聯賽道呢 其實英格蘭就超班的 所以就用什麼球員 其實都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問題的啦 那麼總括而言 那麼多個球員 十四個一隊球員 加一個B隊的史卡朗 那麼史卡朗 在直播羅陀打正選入賣球 那麼這十幾個球員呢 其實就只有奧納納和布奈奈 是踢足兩場九十分鐘而已 那麼奧納納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龍門那個體能消耗就不大 那麼布奈奈呢 就有額外的休息日志 那麼所以我相信他兩個的 都回到來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的 那麼暫時都沒有球員公佈 萬聯說有受傷啦 那麼所以就 其實我們都算是平安地呢 是度過了這個國際賽的 就是FIVA病毒 似乎就沒有說肆虐到我們的 那麼至於歐霸杯那裡呢 就剛剛提過啦 有八場的歐霸杯小組賽啦 那麼三十二隊球隊呢 在今年開始呢 就會是同一個小組裡面競爭的啦 就沒有分ABCDFGEH組的 大家都在同一個組裡面計分 那麼跟著計完出來 打完八場球呢 有四場球主場 四場球作客啦 那麼你對的對手呢 就不會見兩次的啦 每一隊對手只會見一次而已 也就是作客 也就是主場 就不會有主場 跟著回作客見著他們的 那麼在三十二隊球裡面 一個大的積分榜 就等於好像英超聯賽那樣啦 打完八場球 那麼大家都打完八場之後呢 的一至八名 那麼就會是直接晉級歐霸杯的十六強 歐聯都是一樣是這樣玩的啦 那麼至於九至二十四名呢 就會逐隻觸對碰呢 就是再打兩場的附加賽呢 就決定哪八隊呢 可以再晉級去十六強 那麼就會加上 又會有十六對球呢 就是入到十六強的下一循環的 那麼至於萬聯的賽程呢 其實早在兩三個禮拜前呢 已經抽籤的啦 那麼我們的對手呢 整體上來講啊 不算太強的 就是其實就 如果你單計球隊的實力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球隊其實都幾弱的 包括就是譬如希臘聯賽的PAOK啦 就是希臘聯賽這些 就是十幾名開外的弱的小國聯賽啦 挪威聯賽的波杜基林特 是不是也是非常之弱的球隊 就是波杜基林特 就是波杜基林特 大家應該打機會見過他了 那麼還有捷克聯賽的班霸啦 帕辛維多利亞啦 那麼也是一些小聯賽 那麼蘇超的格拉斯哥流浪 也都不是什麼強隊來的 而蘇超其實就等於英冠 英冠球隊 那麼你在歐洲賽對著 其實都算是一支好籤啦 那麼還有最後一隊 就是佐克羅馬尼亞的 布加勒斯特勝隊 這隊球呢 就有點來頭的 就是講緊二三十年前呢 他應該就贏過歐洲冠軍的 就是二三十年前 東歐球隊都幾強的 就是在我不知道那時候 是不是什麼藍斯埃夫解散 還是什麼那時候 就是蘇聯那些球隊 那時候的足球實力是不錯 但是來到近年呢 其實就不是因為這個歐霸杯 或者歐聯的改革 其實這些球隊呢 就很難入到正賽的 就是以前真是如果不是這樣搞 優惠小國政策 他們是幾乎都入不回歐霸杯歐聯的了 就是頂盡就是歐霸杯的外衛賽 是不是 但是現在 你看到很多球隊都入到 是不是 這個就是歐竹聯的傾向 就是想多些國家可以發展得到 但是就 整體來說 容易打的 是不是 就算你說第一場的川迪 那荷蘭 河格的中游 上游 是不是 就是今年其實他們打得不好 暫時看上去都在 第十名左緊 我就不覺得說很難踢 唯獨就兩場球 一場呢 就是作客波圖 波圖的巨龍球場呢 又是出名的 那個氣氛厲害的 那麼就 就 普超來說都數一數二難打的 就是作客球場了 那 還有一場呢 又是十月的 普爾奇的 廢倫巴茲 那麼巧這兩場比賽呢 難打的球隊 之餘呢 還要作客 因為這個就是純粹靠抽籤的 以前就沒有分 你抽到什麼球隊 主場作客都打完 沒什麼大問題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主場對 對費倫巴茲呢 其實他們就廢了一半武功 但是回到他自己主場呢 費倫巴茲可以說是歐洲的 就是 挨近一線的實力 因為他們主場 是打高一格的 土耳其球隊 對費倫巴茲 還有這個 上年對過 加拉塔沙雷 就是相當之惡打 包括波圖也都是 所以就這兩場 放在頭段打 再兼作客呢 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們第一場 贏不到川敵的話呢 第二第三場的壓力 是會很大 甚至會出現些什麼呢 就是頭三輪呢 我們可能一場都贏不到的 那麼跟著你的壓力 就會大到爆了 如果英超又打得一般 歐霸頭三場 又贏不到球 又在一個好尾的位置 32到你排20多 那到時對球一定是 非常之士氣低落的 所以就其實那個賽程呢 就抽得一般的 就是球隊好都未必代表 我們可以很輕鬆 是吧 進級不到 那麼至於其他球隊的賽程 就沒有需要太在意 因為太複雜了 就是以前你就可以研究一下 去到第三輪第四輪 是吧 對面那些打成怎樣 那我們有沒有機會 你會打和又會點 贏球又會點 現在計不到的了 因為複雜到無論的 你不知道究竟 哪一隊會是晉級大日本來的 因為逐場看 逐場看 你會發現每一場 都會有很大的變化 譬如呢 如果有隊比較弱的球隊 抽到四個好的主場 就是四個主場都是弱隊 是不是很弱的 那他四個都贏了 就是他大概是西甲 二甲的第七名 第六名的球隊 如果你是普通的抽籤 你可能都是中游的 歐巴貝少祖賽中游 但如果被他抽到四個主場 對著最弱的球隊 就是他們比較弱 他們八個對手最弱的四隊 他全取十二分 然後作客可以跌到心水迫和 一分一分 拿得一兩分 其實他們就晉級了 十三四分 晉級的機會是非常之大 所以 在這個新賽制裏 我自己覺得變數是很大的 就是強隊 就不代表你是吃硬 拿硬前八明 這個真的要看賽程 就是抽籤那裡的籤運 都佔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所以我個人認為 看過這個賽程之後 那兩場作客在那裡 而且在前面那一段 我認為萬聯拿到前八明的機會 只是中等的 就不真的有很大的把握 基本上你想拿第八以來 其實你一定需要四個主場裡面 贏到三場 就贏了四場就更加好 然後那兩場作客 我當你贏不了 一分或者零分 之後那兩場作客 若對 你都一定要全勝 即是一定要三場的主場 贏到 兩場的作客贏到 就五勝 你拿著五場贏波 你才有大的把握 拿到前八 當然 新賽沒有人知道會怎樣 如果很極端的情況下 大家都瘋狂地和波 那當然就很低的分數 都可以進到級 拿到前八 但正常的分佈下 應該十六七分才找前八 十六七分 即是你要贏五場 才能夠穩陣 否則就要四勝四和 這樣不敗 你才可以挑戰一下前八名 就算如果拿不到前八名 都一定要欠九至十六名 因為之後 就會是九至十六名的球隊 對十七至二十四名的球隊 不會對到強隊先 拿到九至十六 你去到附加賽那裡 就會對十七至二十四名 稍微弱一點的球隊 你進級十六強的機會很大 這個你真的要計到盡 你看到歐霸 今年的賽制 是不會有歐聯的球隊跌下來的 永遠的競爭 就是這三十二隊裡面 產生冠軍 所以你看 現在就要看歐霸裡面 比較強的球隊 真的不少 就是去年的加拉塔沙雷 我們就沒有贏過他的 就是在歐聯 我們就戰底出局 他們就第三名下了歐霸 今年沒有得下 但是這個對手 怎麼都是跟我們同級的 就是不能夠有把握 贏硬他 熱刺 今年我覺得熱刺在我們之上 輝倫巴治 跟我們有對碰 就是這一屆裡面 小組賽都見到 波圖也是 黃蘇 就是近幾年 也都在歐戰見過他們 其實不容易打 羅馬 雖然現在不是摩列龍 但是羅馬其實上季都打得不錯 畢爾鮑 還有力高威廉斯的球隊 他領銜的 一定又是有差不多 還有得甲的法蘭克福 和二甲今年轉了教練的拉素 其實都我不敢說 這九隊曼聯 今年的實力來講 能夠有把握一定贏壓 所以歐霸杯 冠軍的希望 我完全不需要想著 不論對我們想 但是 一定要盡量打到更後的位置 因為 不可以容許對球 再早早出局 因為 你出局 會拖累自己 在英超 有機會拿到歐聯的額外席位 第五名 拿不得到 其實每一隊歐戰的球隊 都有責任 今年出戰有七隊球隊 和七隊 都要打得好 你看到去年和德甲和二甲 我們是有差距的 我們就是其中一個 英超拿不到歐聯額外席位的原因 我們打得太差 紐卡蘇打得太差 差不差 就一點把握到沒 我自己是見不到 萬聯有說服力 說歐巴杯裡面可以做熱滿 賠率上現在我們是最熱的 但是 其實歐巴杯是沒什麼意思的 通常這些賠率大熱 次那些 到最後都一早就死掉了 至於最後 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場的對手 在第四輪 前三輪 不順利來到第四輪 是時候站起來 其實我們過去兩年 在廳克的治下 我自己覺得 我們作客也挺弱的 雖然不是弱過主場很多 因為主場也很差 但是理論上 作客也比較差 主場拿三十幾分之餘 作客也只有二十幾分 就算第一季 我們拿第三個季 一季都是 我們只有二十七分 十九場球拿二十七分 大家算得到 長均1.5分都沒有 所以 其實是 輸多過贏的 失分的機會是多過拿到分 更加得失球可以看到 第一季我們負十一 在作客裡面 上年作客是負二的 兩年未試過是徵數的 怎麼看我們作客都是屎的 至於上季的實際戰績 去到季尾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作客水晶弓 我們是輸的 被人大炒一場 三球或四球 作客班尼茅夫 我們是和的 作客賓福特 我們也是和的 上年三月尾到五月初 那一段 三場的作客球 我們就是兩和一虎 去到最後那場 作客白禮頓 人家開始換教練 就沒有什麼戰意 我們有很滿的戰意 才叫贏回場 這三場 我們對著中下游球隊 叫做so far 叫做so call 中下游 水晶弓上年 末段很猛 但是今季 你又見他一般 總之 對這些球隊 跟西藍頓差不多 西藍頓今年可能都比他們弱 我們就入三球 失七球 那就真的好不行 再加上今年的季初 沒有一場有說服力 叫做對富咸一場好少少 我就不敢說 說萬聯在作客 是大機會贏到弱隊 我真的完全不敢說這句 但是呢 這隊對手 修咸頓 就現在其實勢都很頑 他們暫時三戰英超 三場都輸了 入一球球 就失了五球球 可以說他們是不懂得入球 射球 射了三十幾四十腳 但是就只能入一球 三場失五球 也不可以說防守好 所以就現在呢 就只是高過 更加差的愛華頓 愛華頓就被人炒了兩獲金 德塞球比他們還頑皮 就排榜尾 他們就排尾 中間他們因為 就上季不是英超的頭幾名 就夾了一場 聯賽杯的第二圈的比賽 就叫著 對英冠的榜尾 卡迪夫城 就贏了一場五比三的比賽 都不是很穩陣 今季的卡迪夫 就是英冠包艇 暫時真的是第24名 包尾那一隊 至於 修咸頓 是否打得不好 都很難評論 因為他們本身對球的實力 就很一般 上年英冠 其實都沒有什麼 不希望他會晉級 本身以為列斯聯會是比較大呼聲的一隊 因為 頭兩隊一定會晉級 打附加賽裡面 排面最好的就是列斯聯 但到最後 在附加賽決賽 就輸了給修咸頓 有少少格吃格 因為修咸頓 在聯賽 一直都吃著 對碰的時候 吃著列斯聯 所以就最後 憑著附加賽決賽 有少少的優勢 就是贏到這個 升英超的最後職位 所以就 你看到其實實力 不是很好 包括就是今年 去年 前年 大前年 這麼多對星巴默 戰鬥力都很有限 要不就是直接降下去 去年就更加誇張 三對星三對降 完全跌下去 之前就少少 可能留一隊 心臨 這樣就拼命 這樣花錢 先叫留在英超 大部分的下游球隊 其實在英超打滾幾年 他們的資金是很夠的 所以就 你只要留在英超 打得過幾年 你的實力 是遠遠超過英冠的上游 所以其實 那些星巴默上到來 那個實力差距 是相當之大的 他們不是那麼容易 是留到在英超 以往不同 以往英超 沒有跟英冠那麼大的差距 藥隊沒有分到那麼多的電視分成 反而是容易踢 現在真是很難搞 所以你看到 修藍頓 我相信都不會是例外 僅僅靠一個轉會槍 一升上來的夏天 他們的資金也好 或者操作的時間 其實都不夠讓他們 他們是融合到一隊 真的是踢英超 會有競爭力的球隊 其實修藍頓都叫做拼進全力 就是叫做老牌球隊 或者踢英超 升降機的幾年 財力他們幾好 對比去年的石斐聯 或者甚至盧頓 他們是不同級數的球 盧頓那些就真的沒有 就是你頂盡出盡力 都可能花了兩三千萬 但已經很努力了 修藍頓今年 花了一億多 叫做有些抵運 賣人都賺得回四千萬左右 就叫做靜之處六千零萬薄 收購了十個人 真是很誇張 你看到他們的收購 二千萬磅收購萬成的中堅 U21英格蘭的隊長 Howard Baylitz 這位中堅 我已經不懂得評論球員 是否值得 但我覺得以這個價錢來說 純論實力 這個中堅是不夠好的 英超來說 他太鈍 太慢 真的未必能守得住 他就是傳控好 因為萬成出身 買英冠 就沒什麼大問題 接著就是千八萬 買藍絲道 這個都合理 英冠打的麥咖啡 水準未必足夠 收購一個英超打開的龍門 都OK 千八萬磅 對藍絲道來說 都算是合理的價錢 接著再收購了 這個導師 就是韋斯咸的中堅清份產品 千五萬磅 這個我覺得就算划算的 千五萬磅 上年借了他的收銀道 其實打得挺好 在英冠 再前一季在英超 其實都OK 身高 挺高大的一個中堅球員 技術就是 都是那些英倫味道的中堅 上上落落 勤力那種 千五萬磅算是這樣的 接著就阿查 就一般 這個維拉前鋒 其實踢了幾年 都不是說有什麼出色 千五萬都是輪換的角色 接著就有一位的 M 費蘭迪斯 就史布婷買過來 但是就千二萬磅 看上去就不是說很出色 在數據上面 就是box to box 叫近一點 進攻味道多一點 但是 來到英超這一類的實力的中場 我不認為他們很容易可以適應得到 所以就一般的 這條收購 第六位的 Ben Berretton 戴亞斯 這位BB戴亞斯 其實就好播 上年借回來 之前在英冠打滾 然後去年借去英超的 就是護級球隊 好像石飛聯 他打得很好 我對這個球員的印象是挺深刻的 技術很好 有一定的鋪橋踏路能力 入球也都OK 所以這個前鋒六百多萬 我自己覺得挺划算的 還有就是 便宜一點的球員 就是有 日本球員 Sugawara 這位的閘位在何甲 就出名進攻力好 就是經常爆上來 斬球 或者攝入禁區都不錯 由逆位來講 580萬 我預計他今年 在修咸頓都會打正選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好的收購 下面幾個 譬如 R Edwards 和 Nathan Wood 這兩位的中堅 就有 未來的投資 就是我不認為 他們會在英超有足夠水平 就是英冠賣的年輕人 都是投資一下 借回去英冠 接著就博他賺錢升值 反而幾位的免簽和借用球員 就真正的英超級別 拉蘭娜 就是白禮頓的前利物浦的宮中 老的了 免簽過來叫傳授經驗大廈隊 接著Charlie Taylor 又是一個 踢了多年打滾英冠英超的左閘 都是來輪換一下 接著Ryan Fraser 又是老將級的逆風 又是打英超英冠 都是打幾年打滾 越來越跌落 所以也是簽來做輪換 高拿迪在韋斯咸 其實都一度我以為他會上位 但是買到過來就不適合用 現在就借過來收藍頓 其實他都算不錯 對收藍頓來說 慢慢慢慢可能都上到位做正選 最後一位的車路市房中 烏高卓和 就是在車路市沒有機會 借過來 又儘管看看他會不會拿到機會 所以簽了這麼多人 事實上有幾個 就去年借了英換給收藍頓 踢得好 就買斷他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條款 就迫著一定要買 因為價錢看上去都幾貴 包括Howard Billis Dawns 韋斯咸的位置 加多一兩個 我忘記了是誰 但是其實都 我覺得是 這堆收購 你說好還是壞 盡做 只能夠說盡做 我就不認為這班人 可以真正帶到收藍頓 上回去一個 十三四位比較安全的位置 我就覺得不行 就是沒有什麼 誰當打又是英超 有實力Carry對波 大家都在那些輪換邊緣球員為主 暫時看幾場 就收藍頓都是 以去年在英冠的班底為主 就沒有說很早塞一些新兵去正選 戰術呢 也是跟回之前那套的352的陣容 傳控 少少迫搶 然後再加上就是 逆位上套邊的overload 其實這位的教練 羅素馬田 在英冠和英甲 教其他球隊 譬如教小仁斯 教MK Dons 他都是出名 悶的 他就很明顯是 視 戈迪奧拿為偶像 跟他那一套 打到很慢的進攻 迫搶就快的 拿到球回來 就慢慢做 慢慢猜 所以你看到他上到英超三場球 三場控球率都很高 輸給賓福特 64%控球 很厲害 其實這場打得不錯 是真的把握力不夠 就比賓福特 還有自己防線派交得多 就輸出來 就是18射6中 都能入一球 然後失了三球球 然後0比1輸給森林 就65%控球率 但是森林這對球 就是後面 扎得很實正 他射不到球 5射一中 比森林射了很多腳 就是1比0 就輸了給他 然後至於 對劉卡索那場 就有些 叫做打多一個的優勢 也拿到很多控球 但是又入不到球 就是打多一個 78%控球 但是0入球 輸一顆 就是失球 然後19射4中 是一分都拿不到 你看到 其實都真的 挺能夠控到球 我就不認為萬聯 會有 落地銜森林那種的紀律性 所以我覺得這場 會是一場對攻 他們喜歡上來逼 我們又喜歡上去逼 所以大家鬥逼之下 就看看誰能夠把握到對方的防守犯錯 我們防線不是很穩陣 對面防線是更加不穩陣 修咸頓呢 就是你看到 還在使用史提芬斯 還在使用班牙齡 這兩個中堅 其實幾年前在英超 你都證明了 他是不夠班的了 現在還是原班人馬上來 加個新仔哈倫比利斯 這個也是不穩陣的 踢英冠就好地地 踢到英超 你上到來見到他方失失的 結果 就是一個三中堅的陣容 又推上去 但是三個都不靈活 又不是很可靠 那前面就是阿當岩士堂 繼續都是修咸頓的 就是一直都是他打前鋒的 就搭著Ben Barrington 就是跟著中堅三個艾利堡 這個就是很扭得的中堅 大大隻隻的黑人中堅 又扭得又大見的 然後當師就剛剛提過 中規中矩的中堅 small bone就很有這個 就是怎麼說 我覺得他有點像以前斯格森 就是高大 但是不靈活 但是比腳球和射腳球 他的腳法又很好 總之就是一個站莊式的中場 有能力和你整個重炮 或者交一些直線都挺漂亮 接著就見到右閘的日本仔 或者Sugawara 這位日本球員 應該都會繼續上位 那麥加比達斯 被他扔到左邊踢 然後藍絲路正選 這套陣容其實就是 我自己覺得中場活力偏低 迫搶是做的 但是不是做得好 後防就不穩陣 速度慢 靈活性差 所以其實我們這場的迫搶 如果打到出來 應該是會有甜頭的 如果連這隊對手都做得不好 那我就真的覺得我們的迫搶 就沒有需要再打下去了 是完全證明是一個 失敗的正術 就儘管看看這場我們會打成怎樣 我自己覺得是一塊屍甘石 人選上面 聽說到 凱龍和索爾 復操不錯的 進度恢復良好 但是跟上球他們就未準備好 至於烏加迪 就是可以準備好上陣的 所以我就會建議 直接放進去打正選 福仔繼續踢 上場我覺得他踢得都不算差 有些好的斬球 沒有再衝鋒陷陣 當然過不了人 他可能轉一下型也是好事 我就會想用阿瑪特 上場他換下來其實踢得很好 後防線 其實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麥加雅定迪烈特 但是這場球對手 其實不太擅長高球 所以我就自己覺得 用著迪烈特 給他多一個機會 儘管看看他 能不能夠 pick up 自信心 我自己認為這場 應該會在一個沒有大優勢的情況下 是會險承的 可能比數會稍微大一點都不出奇 我們是一定要贏這場球 否則四場贏一場 就真的未必能回到犧牲 這一季就相當艱難 就看看這場能不能夠做到 及時的反彈 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幫我按LIKE 跟著就follow我的channel subscribe 下次再見 拜拜 給我一次 我來一次 翻譯 這樣 可以 一種 大 跟著 很能